大家好,我是索菲娅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最近总是在下雨 所以这个豆角也没有出来采 这里有四季豆 还有这种长的豆角 看下雨 这个四季豆 长长长都发霉了 现在我来采收一下 把它们都收一收 有些四季豆 已经长得很大了 还有这个长豆角 这长豆角也长了很多 所以一定要收 如果是不收 这些豆角会老了 老了就不好吃了 看在地下这里 掉了好多 这个 这个长得已经有点老了 但是也很好吃了 像这个我就准备 我准备呢 这一个 这一条 这有两条这种呢 我就是准备呢 留下来做种的 明年呢 继续种 还有四季豆呢 我也留了一些种 像这些呢 等它长老了 等它长老了 而没有摘下来 就准备呢 留下来做种子 这些都是准备的 留下来做种子的 现在把它摘一下 因为下雨呢 它有发毛 长毛 所以要给它摘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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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都长到这个围墙的外边 要给它摘下来 而且很多叫蚂蚁在上面 而且趁着现在还没下雨 它摘着摘了 一会儿呢 下雨了 这个天呢 是阴阴的 看来它还是会下雨的 而且下雨天呢 那个氛子也多了 正式是下雨天呢 而且是下雨天呢 对 不可能 我们来看 因此 没问题 好不好 是 2个多多瘦 今天这个豆角长得还不错 四季豆和 又长豆角的长得不错 我把这个 就是离下来的种子就给它剪下来 下一天它就会发霉了 让它剪下来 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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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大的那种黑色的蚂蚁 我这么喜欢那种长豆角 有时不小心掉在手上 它就会饶手的 这种四季豆非常好吃 这种长豆角也好 这种粘子的粘子 四肢豆瓦已经收过两次了 现在已经基本上是尾声了 长豆角瓦也收过一次 这次是第二次 所以说 这次给我们的种子 请不吝点赞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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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差不多了 剩下的下次再收 收了满满一框 还有一些是黄色是留下来的种子 好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订阅